今天我们来学习三角形角的性质 在三角形ABC中 角A、角B、角C叫做三角形ABC的内角 以一条边为底 延长BC、AC 以C为顶点出现的角ACD、角BCE叫做外角 三角形的内角之和为180度 三角形的一个外角等于它不相邻的两个内角之和 大于零度小于90度的角叫做锐角 大于90度小于180度的角叫做顿角 那么就让我们来练习一下 先按下停止键做一道练习题吧 做完了以后按下播放键圈出正确答案吧 接下来我们来对一对答案吧 一的答案是X等于80度 二的答案是Y等于115度 你答对了吗 最后来复习今天学习的内容 在三角形ABC中 角A、角B、角C叫做三角形A、B、C的内角 以一条边为底 延长BC、AC 以C为顶点出现的角ACD、角BCE叫做外角 三角形的一个外角等于它不相邻的两个内角之和 大于零度小于90度的角叫做锐角 大于90度小于180度的角叫做顿角 今天的学习到此结束